不知道有没有平常习惯用Final Cut剪辑的朋友 刚好用索尼的相机 每次把文件拷到电脑里 然后用Final Cut来粗简 输出一个Final Cut的XML的时间线 然后要到达芬奇里面做套底回批的调色 然后导进达芬奇之后 就 卧槽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下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那大部分人遇到这个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 他Final Cut和达芬奇识别这个视频文件的时间码会有误差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达芬奇里面 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素材 那我们用达芬奇导入我们的这三个素材到媒体池里面 然后呢我们切换成这个列表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起始时间码 这三个都是不一样的这三个素材 那我们在Final Cut里面呢 我们看到我们这三个素材 我们选中一下 然后呢在这个设置里面 然后呢我们找到基本 那么我们的开始时间码都是零 我们每一段的开始时间码都是零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会离线文件的原因 因为他读不出来 这有几种办法 其实没有一种是最理想的 他这个是一个很淡疼的问题 那第一种呢就是 你右键你导入进来的这个媒体 然后点这个片段属性 然后呢在时间码这一栏 我们把这个第一栏改成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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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跟Final Cut是一样的 我们的第一段就找到了 但是它必须要一个一个改 你比如说如果你要批量选择 你批量右键 然后点这个片段属性 时间码 它这边是灰掉的 不让你改 所以你必须得一个一个改 那你可以直接复制一下 然后呢粘贴到下一个 那这样子我们的时间线都出来了 可是这样子有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假如你有1000个片段呢 要是几个几十个素材还OK 你要是有几千个片段 这个根本是不可能的 那另外一种方法就是 你在项目开始之前 你就直接在卡里面 用Final Cut导素材 好那比如说我现在导入媒体 然后这一次呢 我用直接在我的卡里面 找到我刚刚的161719 值得注意就是说 它这边文件 刚刚那个是让文件保留的原位 而现在因为是从卡里导入 它会拷贝到 我设置的这个缓存的文件夹 那这个文件夹呢 你要怎么设置呢 那这个缓存文件夹 你要在文件资源库属性 然后你在这边点这个存储位置 你就在这边改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导入一下 好我们在卡里找到161719这三个 然后呢我们其实不需要转嘛 我们就直接点导入 这些参数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点导入 好可以看到 它其实它自己会帮你在后台 直接再封装一遍 然后封装出来之后 它在右上角会显示说 已经导入完成 是不是可以推出 然后你点推出的话 你的这个SD卡就被推出出来了 所以现在你的这个素材 它已经被保留到你的电脑里面了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来看一下 它现在我们后台用的是什么文件 我们右键这个素材 然后在仿达中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 它已经存到了我们设置的这个缓存的文件夹里面 然后这些都是它系统帮我们设置的 我们卡里的原素材是MP4格式的 可是最后呢我们导入进来 它帮我们重新封装成MOV格式 那最后呢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导出Final Cut的时间线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卡导入 好 好然后我们现在再到达芬奇里面 我们再试试看 再建一个时间线 好那就可以看到 它就直接导入进来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个又会有一个问题 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路径 它是系统帮我们生成的 我们并不能去非常手动的 去整理我们的原素材 那这个对于多机位的项目来说 这个简直就是崩溃 你没办法整理素材的话 它最后都会直接给你导到 它想要给你存的文件夹里面 所以这个对于如果是你个人作品 而且是单机位 或者说你觉得你管理的过来 那确实还可以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是大一点的项目 很多人介入的话 文件要导来导去的话 这样子的项目实在是太乱了 所以这个不适合比较偏大的项目 那还有一种方法 和它的原理一样 只不过你是纯手动操作 也就是你在达芬奇里面 做手动的封装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非常方便的 整理好你的素材 好那我们看一下达芬奇里面 要怎么操作 那达芬奇里操作呢 就是假设你已经拷贝到 你的电脑硬盘里面了 所以我现在在我的硬盘里面打开 这三个 我把我们的素材 给它拖进媒体池 我们这里就不需要 再去片段属性里面 再改时间码了 时间码就是原来的 然后呢我们要做的就是 全选我们的素材 比如说Copen A 然后呢右键 然后呢建立一个时间线 然后这个时间线的 里面的格式什么的都无所谓 帧率其实也无所谓 我们最后重新封装 输出一个代理文件的时候 我们选择原分辨率输出 所以其实这边时间线就无所谓 我们创建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新建的时间线上 我们选中的所有素材 都被倒上来了 然后呢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直接在这边交付 我们不需要在这边剪辑 但你可以在达芬奇里面剪辑 但如果说你更习惯 在Final Cut里面做剪辑的话 你这里只是一个中转的一个 重新封装的过程 你不用在这边剪 你就直接把整段文件导出出来 那我们在交付里面呢 我们这里就自定义 然后文件就是原名称 好然后这边呢 格式我们就QuickTime 然后编码器我们就Progress 然后类型这边呢 根据你的项目的大小啦 如果你是比如说工业化一点的流程 你要走转代理模式 剪辑之后 然后交付给调色的公司 或者调色师来做操作 你就转代理Proxy就可以 那如果你是自己操作的话 我觉得方便一点的方法 我觉得你就输出标准422 或者是422HQ吧 那根据你原始画面的质量 那我这边我只是索尼8比特的 我选422就够了 这个方法就是你自己操作 我觉得会比较方便一点 我这样做操作 其实并不是比较规范的流程 比较规范是给大项目做的 还是用这个转代理Proxy这个方法 那我自己的话 我会更喜欢 就直接转一个画质好一点的素材 然后就直接开始调色 这样就不需要有一些额外的关联动作 那我们就直接在这边选择 我因为这是8比特的索尼的素材 所以我就直接选422 我觉得就够了 然后要把这个原分辨率给勾上 这样子不光会保留原分辨率 而且还会保留原帧率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你这个时间线上 有4K的 有1080P的 有60帧的 有30帧的 你都不用担心这个 然后这里 这上面这里要选中 这个多个单独片段 还有一个要注意 就是你文件里面 文件名使用 要选用原名称 然后使用独特的文件名 我建议是把它取消掉 这样就和你原素材的文件名是一样的 那这样子就方便你整理查找 或者是回头要替换掉套底 那其他参数就是默认就好 我们点天下到渲染堆裂 然后确认一下 我们选中的范围 是整条时间线 就这个黄色的这个 头到尾 是整条时间线的头和尾 好我们点开始渲染 好现在渲染完成了 我们回到Final Cut里面 那当然你完全可以 在达芬奇里面直接做初解 但是我今天是要解答一下 习惯用Final Cut剪辑的朋友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Final Cut来做初解 我们现在就找到我们刚渲染好的文件 好那现在你就可以用这个文件做初解 然后假设现在我已经初解完了 我再点文件导出 好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就给它命名成 比如说达芬奇转码 好那我们回到达芬奇 我们就剩下操作就是还是一样了 导入时间线 就是这个达芬奇转码 就直接导进来了 那剩下操作我之前在这一期已经讲过了 忘记朋友可以去那期复习一下 那很多网友会看到我这支影片大部分时候 应该都已经是在Final Cut里面做完了初解 你如果按照我最后那两个方法 你等于说你要重新再剪一遍 对不对 那也没办法保留你原来初解 又不用像第一个方法一样 还要手动的去调时间码呢 那今天就来讲一下第四个方法 就是可以保留你原来的初解时间线 然后直接在达芬奇里面让它被找到 好那我们需要在电脑里面做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原素材 我们给它做一个备份 所以我们这边再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叫做原素材备份 好那我们是6600素材 我们把它拷贝过来 然后我们就导入这个素材 你如果想省点时间 你就直接把你在Final Cut里面 有用到的片段给它选出来 但是如果你素材非常多 你觉得你挑选素材的时间 还不如就直接全部转码 那你就直接全部转码也可以 那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把它全选 然后右键 然后点这个新键新的时间线 然后这边格式什么都不用管它 直接点创建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时间线上就已经有了我们的片段 那因为这个是直接导入的 所以它不会离键嘛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直接在交付这边转码 那这次的转码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的原素材是MP4格式的 所以这次我们不是转成MOV了 我们就直接给它转成一模一样的文件名 一模一样的格式 那我们就直接这边就选这种格式 就是MP4 然后那个编码器就是H264 然后同样要把这个以原分辨率勾起来 然后检查一下文件这边用的 是不是原文件名 然后呢 这个使用独特文件名给它取消掉 不要勾 好然后这样都没问题之后呢 因为我们这个其实就算是一个代理 所以我们可以把码流给它限制一下 那我这边就随便设一个比较小的数字 然后其他的都是默认的 然后我们直接点那个渲染的队列 好然后开始渲染 你如果你能挑选你有用的片段 那这个转码就会快一点 好我们转码转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我们转出来的文件 MP4格式 然后文件名跟它原来的一模一样 然后现在呢我们要把它复制一下 注意啊 我们要回到我们在Final Cut里面的那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这三个片段是原素材 而且是这个Final Cut的时间线里面链接到的 然后呢我们就直接在这边我们点覆盖 因为它文件名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里非常重要 文件名一定要是完全一样 你才能出现这个覆盖 所以我们点覆盖 好那等于说我们现在我们的Final Cut里面的 这三个片段就已经被覆盖了 所以我们现在检查一下 因为我用的是那个2020的色空间 所以理论上被覆盖之后 我们不需要设置成2020的色空间 那现在我们不用转换成2020的色空间 它颜色也是原来HLG的颜色了 那就说明我们现在已经被替换掉了 然后现在你就可以直接再导出一个时间线 或者直接用我们刚刚输出的那条时间线 因为它是被替换掉的 所以时间线里面的东西没有被修改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我们刚刚第一个这个 好然后我们点导入 好确定 好那它现在就是都读得到了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 它读到的是我们的转码过后 文件比较小的NPC 那这个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 我们在反覆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要你备份原素材 我们把这原素材我们拷贝一下 好然后回到这个我们刚刚覆盖的这个代理这边 我们再进行一次覆盖 那等于说现在就是再用原素材去覆盖代理素材 那文件被替换回来之后 又会出现新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先检查一下 我们在Final Cut里面初减确实有被保留下来 对吧 对我们这个排序什么的都没问题 问题就是说现在就是我们的替换回来之后 它的一些编解码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办法也可以解决 你可以直接在你的媒体池里面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编解码是这个116 117出现的问题 你就把你有出现问题这两个片段 你给它在媒体池里面选中 然后右键 然后呢 点重新链接选取片段 那我们这一次呢 就不在这个里面做了 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A6600文件夹里面 我们重新绑定它没有用的 它东西还是丢的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做的就是我们选中我们有丢失的片段 把它重新链接到我们刚刚备份出来的那个文件夹 就是一个原素材备份 我们点一下打开 好 那等于说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就回来了 但如果你素材量很大的话 你就直接全选 然后直接全部绑定到那个备份的文件夹里面也可以 这样就等于说 你如果全部绑定过来的话 你其实这个文件夹就可以删掉了 对吧 因为你现在绑定的是原素材备份这个文件夹 你原来的这个文件夹其实就可以删掉了 你如果有工作交接的话 你这样的文件名不太适合工作交接 那你就给它改成一个你自己喜欢的 能够让你同事读得出来的文件夹 好比如这个 那我改完名称之后 它肯定这边也都离线了 那你可以直接在这边还再来一遍 然后点重新链接 找到我们重命名之后的 我们再点一下链接 它就重新链好了 那之所以要这么做 是因为如果你一开始你不做这个转码的话 我把这边东西都删掉给大家看一下 好然后我现在恢复了一下我这个原来的这个A6600的文件夹里面 这边都是原文件 就是导入进来会时间码错误的那种版本 然后我们来导入一遍时间线 就练不到 但是我们如果不用转码覆盖的方法 你如果直接在媒体池里面 你把素材给它拖上来 然后你选中这三个素材 你进行重新链接 链接到我们第二个 看到没有 它素材链接过来了 可是它的时间线还是读不到 没有这个转码的过程 你的时间线上的素材 和你媒体池里面素材是连接不上的 因为你看我们刚刚导入时间线之后 它导入的时间线并没有导入素材 你必须你这样手动拖上来是没有用的 好我们现在用覆盖方法 我们再来导入一遍 看完我们现在在媒体池里面 我们的这个素材是直接被同时导入进来的 等于说现在时间线在这边 我们里面所用的素材已经被链接上来了 这时候我们再做替换回来原素材 再做重新链接 它时间线上面的素材才会被更新 所以这就为什么转码覆盖一下是必要的 所以这个方法是可以救火的 你不需要再重新剪辑一遍 也不用像第一个方法一样 去手动改这里的时间码一个一个改 当然你会在转码上花蛮多时间的 如果你素材越多 你要在转码或者final card里面的那个封装 会要花蛮多时间的 所以我个人就觉得这个final card对索尼的素材 并不是特别的友好 所以我平常我基本上都是用PR 那今天就这样子 希望能够帮助到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的朋友 那我们QQ教育群在这边欢迎加入讨论 那今天就在这边 有空来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